- 你想聊什么吗? - 我告诉你,我已经尽我最大能力去克制我自己的婚礼房卡照片,哪一件事情跟一个男人身上,能不能请你接受? -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事情喘息一下? - 谁啊? - 周琳女士,你好,我是律师宋修 - 之前给你打个电话的 - 我电话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现在已经结婚了,不想再跟视频有什么关系,我能帮你的事,在电话里都告诉你了。 - 我特别理解这个情况,但现在的情况就是,酒店不重视这件事情,未来就会有更多人受到伤害。 - 而且根据我了解的情况,相同的受害者就有几十个,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未来会有更多女孩子受到伤害。 - 还有几十个人呢,你怎么不去找他们去啊? - 你是唯一一个留给我地址的人。 - 你要我做什么? - 如果你愿意出庭做证,我就可以找到第三个,第四个证人。 - 但是,如果您不愿意的话,我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 如果您不愿意的话,我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 您不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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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姐 喂 你在哪儿啊 我 我在外地 怎么了 在忙吗 没有 那 祝你找证人顺利 现在事件的发酵呢 已经超出了我们原本的计划 宋律师是不是有一些意气用事了 如果你想把这件事情好好解决 我觉得意气用事的人是你 这是我这段时间收集的一些资料 里面是一些匿名信 小玉只是受害人之一 而且这还不是所有的受害人 这还不是所有的受害人 我不希望相同的事情再发生了 所以我更希望酒店受到追责 我理解你们的正义感 但是你们这是在预设示好酒店 故意放纵这些事情的发生 出现了这么多同样的问题 我的推断完全正确 只有舆论发酵 才能可以引起大家的警惕 而且这些女孩并没有错 她们为什么要躲起来 但是如果开庭的话 对于小玉和示好酒店 都不是最好的结果 宋律师如果想用这个方式 来向酒店施压的话 不妨谈谈你们的条件吧 我只是希望我的委托人 可以受到应有的道歉 因为这件事情 已经严重影响到她的生活和情感 道歉并不过分 我会转达给我的委托人 但是也希望你告诉你的委托人 比起别人的道歉 比起别人的道歉 最重要的 是与自己和解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强大 你最近一直在躲我 没有 因为什么 没什么 有问题就解决 没问题啊 你能不能别犯病 你能不能爽快一点 你能不能爽快一点 哪件事情跟一个男人身上 能不能轻易接受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事情 喘息一下 我哪件事情没有拒绝了 我做什么让你不能接受了 对 你给的每一个反应都对 做一点的男朋友 也挑不出你一点毛病 我也不能去计较 因为这样会显得我很幼稚 我更没有能力 就阻拦那些招揽你的人 你怎么不幼稚了 你不幼稚 你会让我最后一个知道 你来成泰吗 你是不信任我们 还是不信任我们的关系 是 我就想安安静静地消化一下 我的负面情绪 仅此而已 可以吗 这个是酒店的追责赔偿 如果对于赔偿没有意义的话 就可以签字了 等一下 我的委托人还没有收到 酒店方面的道歉 小玉女士 对于你和其他女性顾客 在本店住宿泄露的个人隐私 虽然还有其他的不明原因 但是酒店方呢 也有相关的责任和管理漏洞 那么作为服务行业 没有对你们的隐私 进行全方位的保护 这是我们的问题 在这里呢 武警代表酒店向您致歉 希望获得你的原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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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 我先走了 许律师 谢谢你 你也是个好律师 宋律师 不是 这次都要多亏了你 本来我都想放弃了 跟我没关系 是因为你自己的勇气 我能不能请你吃饭呀 现在案件已经结束了 已经不存在 委托人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了吧 不好意思啊 除了这层关系 我还有其他顾客 你有女朋友了吗 嗯 抱歉 我 我不知道 没事 我们走吧 好